第三题,将两种不同的氧化物分别置入装有等量水的甲乙两烧杯中,两种化合物解离后产生氢离子取氢氧根的比例如图所示,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? 我们看到甲烧杯产生氢离子,所以甲烧杯呈现的是酸性,而乙烧杯产生氢氧根,所以乙烧杯呈现的是碱性。 因为甲烧杯呈现酸性,所以它pH值会比较小,小于7,而我们的乙烧杯呈碱性,所以它pH值比较大,大于7,所以呢,选项A说,测量pH值的结果甲小于乙,这个是对的。 那么选项C说,甲杯和乙杯混合后有放热现象,这也是对的,因为甲杯跟乙杯混合就是酸碱中和,酸碱中和是一个放热反应,所以选项C是对的。 选项C说,在乙杯中加入分泰指示剂,水溶液呈红色,这个也是对的,因为乙烧杯呈碱性,分泰在碱中呈现红色,所以选项C说,乙杯加入分泰指示剂,水溶液呈红色是对的。 选项B说,甲杯和乙杯混合后,水溶液呈酸性是错的,我们看到我们这里边的氢离子会比较少,而这里的氢氧根会比较多,所以甲杯跟乙杯混合后, 酸碱中和之后会剩下的是氢氧根,也就是乘碱性,所以选项B说,我们会水溶液呈酸性是错的。 第三题问我们说,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,我们答案选的是B,甲杯和乙杯混合后,水溶液呈酸性。 这些是我们的氢氧根,这些是氢氧根本是氢氧根本是氢氧的如何寻找苗码。 í继续,不可寻找离石,我们可以读解一下这个氢氧根本是氢氧的氢氧。